注意看,中间的这位黑人选手故意强跑了,他的目的是想扰乱刘翔的注意力。 刘翔在参加本届奥运会之前,在许多大赛上表现非常突出,所以本次比赛刘翔是他们最强劲的黄皮肤对手。 历史上还没有黄种人在奥运会田径项目上夺得冠军,而这一次,他们同样也不会允许冠军之位被黄种人拿走,可事实会如他们所愿吗? 这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蓝的决赛现场,本次比赛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飞人刘翔,他经历层层困难,一路走到这里,虽然这次是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比赛,但是他并没有胆怯,反而可以从他的眼睛里看到必胜的决心。 但是谁也没有预料到在如此重大又严肃的比赛中,黑人选手一个劲地再用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来干扰刘翔。 比赛开始了,就在所有选手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枪响的时候,一名黑人选手突然起身,声称自己的起跑器有问题,随后工作人员解决完后,又开始比赛。 这时又有一名黑人选手开始抢跑,这让刘翔的注意力又一次被打散。 众所周知,运动员在开始比赛前,精神都会高度集中,会特别耗精力,几次三番被打扰,会导致运动员的心理及精神上的兴奋程度持续下降。 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干扰,一次又一次地试探,成功地激起了刘翔的怒火。 老虎不发威真把我们当HelloTT,真是要狠狠地虐他们一下,接下来咱们来看下比赛。 比赛开始! 最终刘翔不负众望以12秒91的成绩打破了奥运会记录,夺得了金牌,成为中国田径项目上的第一个男子奥运冠军。 让全世界都知道黑头发黄皮肤的人也可以在田径赛场上称霸。 在比赛结束后,刘翔彻底放开了积压的情绪及压力。 他眼睛湿润地对着镜头说, 太幸福了,太幸福了,所以说黄总人不可以拿到奥运会前方的,我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,我是奥运会冠军,我觉得木上终究会变成现实的。 刘翔创造了中国人在男子110米篮项目上的神话,经此一战,亚底奥运会成为了刘翔走向巅峰的起点。 在2006年国际田连超级大奖赛洛桑站男子110米篮的决赛中,刘翔再次以惊人的速度闪耀世界。 比赛开始,刘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,上第一篮非常迅捷,蓝天节奏控制不错,在途中跑,刘翔的节奏很平顺,不断的加速,最后的三个篮,刘翔再加速,全力的冲刺,看看最后的成绩,刘翔冠军。 此时此刻,刘翔以12秒88的成绩打破了沉睡13年之久的男子110米篮世界纪录,并夺得金牌,也让全世界人民见证了华夏少年的觉醒。 从此以后,黑人选手对刘翔的态度从比是变成了仰望和害怕,因为有他的出现,才使得他们对冠军的位置望而不及。 如果说雅典奥运会是刘翔的起点,洛桑是他的巅峰,那么大阪就是他的风神之地。 在说大阪之前先跳跃一下说说2011年韩国的大球比赛。 为什么要说这次比赛呢?因为本次比赛是刘翔与罗伯斯在此相遇。 罗伯斯大家都知道,他号称古巴飞人,名声很响,但是没想到也会用一些损招,真是让人大跌眼镜,白瞎了这个名号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?在这场比赛中,刘翔与罗伯斯的赛道是紧来着的,这就方便了罗伯斯做起了小动作。 在比赛中,每次刘翔再要超过他的时候就会拿手挡住刘翔,连续两次一度使刘翔失去平衡。 最后罗伯斯拿到了冠军,这种行为属实有些受鄙视,可能也是被刘翔的12秒88吓怕了。 赛后刘翔大度地原谅了他,这才是冠军风范。 现在回到2007年大阪田径市锦赛男子110米篮决赛,本次比赛使他距离男子110米篮项目上大满贯得主仅有一不之遥,而本次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是古巴名将罗伯斯和美国名将特拉美尔。 幸运的是刘翔在这次比赛被分到了第九赛道,距离罗伯斯很远,也防止了被他使用小动作。 刘翔能实现他的大满贯吗?我们接着看。 刘翔仅用三年就实现了黄种人在田径项目历史上的突破,也用实力证明了黄种人一样可以称霸赛场。 刘翔一共参加了48次世界大赛,拿到了36次冠军,6次亚军,3次季军,一次追平世界纪录,一次打破世界纪录,5次打破亚洲纪录,3次打破亚运会纪录。 然而很多人却只记得他退赛两次,铺天盖地的键盘侠都在指责他,可能有些人已经后悔,但是当时刘翔有多痛心有多委屈,我们谁也体会不了,但是他在豆包儿心里永远是中国的骄傲,永远是田径第一人。 希望今后少点键盘侠,多些正能量,你怎么看刘翔的这些经历,欢迎点赞评论,爱你们,摸摸的。